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地请来了动物学家郝美丽 希望郝美丽能帮自己找回毛毛 而此时有人给郝美丽推荐飞机头 郝美丽一听那是非常的开心 立刻找到了飞机头 这飞机头呢估计也是憋太久了 以找回丢失的毛毛为由 一见到性感漂亮的郝美丽 前的事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直接接下了活 紧接着飞机头来到了毛毛生活的水池里 经过一阵吹牛 他在排水系统里找到了一颗红宝石 这让飞机头认定 红宝石的主人就是偷走毛毛的人 随后飞机头来到了警察局 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小黑 小黑就说了 毛毛这个案件非常难办 这下可惹怒了飞机头 他是压根不信邪 这时候 警察局的局长露西出现 然后对飞机头进行各种嘲讽 吓得飞机头赶紧跑了出去 为了寻找线索 飞机头找到了传说中的黑客 地中海 经过一阵搜索 地中海告诉飞机头 最近有一个500块身价的土豪买了一个大鱼缸 而且土豪喜欢收集各种鱼类 土豪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偷了毛毛的人 飞机头一听激动不已 随后带着好美丽就参加了土豪的舞会 只见飞机头那是非常淘气 偷偷地跑到了土豪的地下室 还真发现了一个大鱼缸 正当飞机头以为里面装的是海豚毛毛的时候 突然蹦出来一条鲨鱼 飞机头也掉进了水里 等飞机头爬出来的时候 那模样 惨到不行 裤子都烂完了 这下可吓坏了好美丽 要带着飞机头赶紧离开 要说这土豪也是非常的绅士 上来就要和飞机头握手 而此时飞机头发现 土豪戒指上的红宝石 和自己之前发现的一模一样 这可把飞机头给激动的不行 原来土豪手上戴的戒指 是橄榄球 总冠军的冠军戒指 那么偷走毛毛的黑衣人 就是拥有冠军戒指的人 随后飞机头找到当年的冠军们 出尽其招 一一验证 然而这一些并没有什么作用 他们的戒指全部都完好无损 飞机头瞬间不知道该咋办了 而此时橄榄球的教练 倒霉蛋竟然坠楼了 飞机头急忙赶到现场 不料 洛西非得说倒霉蛋是自杀的 但是飞机头那里压根不幸 一阵调查后 飞机头向在场几十个警察 证明了这就是一起谋杀案 这可惹怒了洛西 立刻把飞机头给赶了出去 飞机头的精彩表现 让郝美丽眼前一亮 两人一边勾搭一边聊 聊着聊着就引出了关键内容 原来还有一名叫费高的球员 也拥有冠军戒指 费机头一听有了线索 那是开心到不行 随后来到了费高的家里 无料费高的父亲告诉费机头 自从当年费高输了一场球 被解雇后 就成了疯子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最近还逃脱失踪了 随后费机头 对费高的房间进行了调查发现 当年费高临门失求 狗蛋负有一定的责任 费高憎恨狗蛋 憎恨海豚队 听完费高的故事之后 飞机头瞬间炸了锅 他立刻告诉郝美丽 让人去保护狗蛋 不过已经晚了 狗蛋已经被人给绑走了 为了寻找费高的踪迹 费机头穿着裙子 潜入精神病院 经过一阵寻找 还是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只找到了一个变性的广告 断了线索的飞机头 那是非常迷茫 而此时 小黑告诉飞机头 Lucy貌似和费高 有不重当关系 这下飞机头来了兴趣 经过一番思考 再加上宠物狗的帮助 飞机头发现 Lucy经是变性之后的费高 这个发现 让飞机头那是非常的开心 立刻开着车 跟踪Lucy来到一个旧仓库 还真找到了海豚毛毛 和被绑架的狗蛋 飞机头当众耍流氓 把Lucy衣服撕掉 终于揭穿了她的真实身份 而真相总是令人难以接受 因为整个警局的人 包括飞机头 都跟Lucy羞羞过 想想也是罪了 居然没人发现 Lucy有问题 这下可把所有的警察 恶心到不行 紧接着 警察逮捕了Lucy 飞机头也成功地 拯救了海豚队 还追到了好美丽 从此 飞机头和好美丽 带着一群动物 过上了不可描述的快乐生活 好了今天的电影 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小猫的 不要忘记关注哦